在近日的《环太平洋军演》当中 一艘退役军舰在多种弹药 空地联合打击之下 坚持了长达12个小时才沉没 这段视频被曝光之后 打沉一艘护卫舰需要多少枚导弹 一时之间成为了网友的热议话题 导弹命中船身 建起巨大水花 再次命中 火光四起 浓烟滚滚 潜艇 军舰 战机轮番上阵 向靶舰射出 导弹 鱼雷和炸弹 令人惊讶的是 靶舰被炸的遍体鳞伤千冲百孔 却依然淡定地漂浮在水面上 足足抗击打了近12个小时 身中至少10枚各型弹药 靶舰才终于慢慢沉入深海 这艘被击沉的靶舰属于佩里吉护卫舰 这款军舰1984年开始服役 目前已经全部退出美国海军现役